這些薑黃開始在黃了 應該過一陣子就可以挖了 然後這一片葛玉姬 都已經葉子枯掉了 所以我正在開挖當中 因為挖得有點累 所以拿椅子來做 這是剛剛挖的這個小地方而已 然後還有這些 這些地方還要挖 這是剛剛 剛剛挖起來的 挖了一大堆 看來還有很多得挖的 這邊還有挖到 薑黃 薑黃 很大一串唷 本來是想要讓它再長了 如果長到超過兩年 哇 那就會更大 更壯觀 但是既然已經 挖到了就 把它給 拿起來 煮雞湯之類吧 阿不然我們就再來釀個薑黃酒 那薑黃酒很好喝 好吧 今年要稍微費一點工夫好了 然後今年的葛玉姬 也很大唷 都是大的 看起來很不錯 還要繼續再挖下去 再努力努力 再努力的挖呀 希望可以在天黑前把它可以挖完 就是一片 看似荒芜的院子 但是其實 種的作物 正格來說是 是家人要吃是還蠻足夠的 像這個是過年準備要吃的 芥菜 正在 它看起來已經 開始在捲 中間在包心了 開始要捲起來了 等待它捲起來 旁邊也有 倒是那個高麗菜 以這種生長的速度 過年是吃不到了 但是呢 就只能期盼它 好好的成長啦 在過去那一片都是番茄 還有幾株 還有一些馬鈴薯 馬鈴薯正在長 馬鈴薯也蠻多顆的 然後還有玉米 玉米現在看不出來 因為它 它長不到三公分大 正在努力中 當然種菜 已經種第三年了 新的就是 還沒有收成之前的 還沒收成前的東西都不算 沒有吃到嘴巴的作物 有時候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不一定吃得到啊 然後今年又想到又 種了兩株的草莓 因為第一年的時候 種了兩顆 像這樣子兩顆 結果呢第二年呢 狂長大概 一整母的 這樣子一整條過去的 全部都是草莓 也吃了一年了 然後但是它過了兩年 就差不多 比較容易病蟲害吧 就沒辦法 所以呢 就又重新種了一下 嗨 比賽 啊為什麼剩你們三個 它又去孵蛋了 最認真的那一隻 永遠都在雞窩裡面孵蛋 好吧 那就請它再多生一點 不好意思啊 再多一點蛋給我吃呦 感謝